因為第一次拍電影 所以劇本還沒有背好 所以也沒辦法進攻 有沒有可能在電影 當時看到你投球呢 我的角色其實他是一個 阿公店的紅牌 阿公店的紅牌 那是誰 阿公是他最棒的 第一次見面就用 長輩迎接他 全明星二連敗 郭宏智三字金紓壓 劉宇爾當阿公店紅牌 總用長輩 從以前到現在 都沒有那麼睡不好過 那以前比方說投球之前 我會緊張 然後會用什麼方法 來讓你們看一點緊張 因為罵三字金 所以剛剛 前陵北棒球好手郭宏智 在電影我最愛的笨男人 飾演范逸晨的黑道火車的 大螢幕出女時候 小手郭很是緊張 要是台詞剛好出現三字金 也是剛好而已 你在投手球上面 跟現在演戲 你覺得很難一個比較難 演戲比較難 因為演戲剛接觸 對 然後投球是中小人 從中小就投到大 所以往後還會繼續走下去嗎 有機會 如果沒有演得太糟糕的話 如果大家都支持的話 就要再繼續 會啦 我覺得他就是 對 在我眼中 不會啊 因為跟兩個影帝一帶配偶機 他們都會帶領我 所以不太需要擔心這方面 那是上週嗎 我有忘了 那怎麼沒有就是 你說 太細節是說 就是邀請同系人的 一起來加入全球 一起 沒有啊 我覺得現在還是 全心在那個劇組這邊嘛 對 因為對我來講 是第一次 所以有很多東西 是要跟很多人學習 所以對我來講 就是把中心畫來看 有沒有可能在電影當中 他擰投球的選擇 不知道 還要看導演 他可以到打架 打一打球 他拿球 打一球 結果可能就不一定是球 就是要飾演一個 就是所謂的黑道兄弟的角色 那我覺得以往也沒有 嘗試過這樣的角色類型 所以我覺得 就是前期真的有 可以跟各位大哥們 就是他們就是 就是深叫 或是包括去酒店的時候 其實小姐她也跟我說 就是很多真正的大哥 他們看起來會是怎樣 因為全台語的部分 剛好我爸台中人 然後我媽台南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我會講台語 就很開心 謝謝導演跟監製找到我這樣 我的角色其實它是一個 阿公店的紅牌 那是誰 好紅牌 那是誰 阿公喜歡Jay幫忙 讓他們去實習的時候 我是去另一個地方 我就去身在阿公店 然後跟客人唱你最珍貴 然後客人還跟我交心 兩個完全就是 就是一日小姐 但我沒穿到小費 那尺度方面 因為是紅牌的關係 會跳那些 是你還是 我 我這邊的布料可能少一點 這邊布料不見了 然後這邊布料可能也不見 然後我一看到他 就被沒有布料 這樣 就可能第一次見到他 我就直接把我這邊布料開來 第一次見面就用 長輩迎接他 好 你有沒有聽到報告一下 這樣 目前沒有 你目前沒有 都很尊重工作 就自己玩自己的 然後終於角色 對啊 繼續工作 對啊 還好 沒有特別要報告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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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